美食 我是黃素文Sosana 在屈臣市的註冊營養師 任職了差不多兩年 屈臣市的服務終止 是友善關懷與專業 作為營養師 當然要具有營養的專業知識 除了跟我的客人講解飲食之外 我亦都會將他作為我的朋友 因為我經常要幫我的客人指定飲食療程 所以我亦都需要關懷他平時的生活習慣和飲食習慣 作為營養師就有個生活小百科想向大家介紹 其實量腰圍就可以反映到一個人有沒有中央肥胖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原來他們一直都量腰圍 正確量腰圍的方法就是 首先找到肋骨最下端和盆骨最上端 然後在兩點之間的中間位置 再在腰間拉包遠斜 量度數字便會是腰圍 以男士來說35吋半或以上 女士31吋半或以上屬於中間肥胖 所以就要注意飲食 在這裡